《伯父》 八十八啊 九成是重立 我姐姐在那邊結婚生節後 做生意、辦館 土地、僑貨、100瓣啤酒 50幾來米 全部都是我放進貨倉 中午時間 我接觸大姑娘的電話 說我先生發生了意外 我馬上丟下所有東西 馬上開車 在她說的事發現場 到時 我先生已經在地上蓋了白布 我只看到天空 那時候很滴血 但是哭不出來 隔了一星期就出品 我親自和我先生化妝 黑色的絲斑 慢慢用粉去確認她 口唇變黑紫色 我都慢慢用粉紅色 和她慢慢調整 和她穿最後一件衣服 因為經過我爸爸、媽媽、奶奶 和我丈夫離開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我心很累 回來香港休息兩個月 我兒子就說 你發屬於20樓梯那裡 被人打劫 飛機剛剛停了 十個警察接了我去事發現場 那我一開門我已經不妙 我看到他嘆血 走廊全部都是血 警察告訴我 我兒子是抽身傷痕 我女兒擁著整個頭 焗死 發衣交了 我兒子死前 那對手臉 是我買給她們的 在那裡我真正崩潰 遇到一些朋友 不是每個人會安慰你的 甚至他們說的話 還刺我們幾前肉 令我愈離開人群 有一天我遇到一個老朋友 他以前和我在法規時已經相識 我都去教會找他吃飯 牧師就邀請我去小組講座 那個題目就叫黑洞 人生總會進入一個黑洞期 那你怎樣由黑洞 走出來呢 他說過一段經文 我靠著那家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 他突然邀請我分享 我第一次向陌生人說出我的故事 當他們聽到我的故事之後 他們每個都充滿眼淚 用一個很深情的擁抱去抱著我 說了這麼多安慰的話 為你向神去祈求 我真的很感動 我流了一天的眼淚 在哭在釋放 很寧靜 慢慢有一種平安 我整晚就在思考 我人生怎樣活下去 燈一聲 你是壓碎了葡萄 你是要讓身走的時候 我生存夠了 生存就是一個 你不死吧 在飄著飄著 行屍走的層面 我現在要生活下去 重新振作 我主女 我先生 我們這麼幸福 已經二十年 說了一個 其實我並沒有忘記 就像一個電腦 我會把他們放在手指 放在我心中珍貴的角落 我也很感恩 我曾經擁有 我相信 以靠著我這個神 我前路 我的幸福 我相信他一定會保守 我們好幾天 能不能偷測 你怎麼做 你不要走